其实想和你谈谈这个《鱿鱼游戏》 你有没有看吗? 哦,看了一点点 对了,看了多少集啊你 我已经有头发了 是,我经常都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在看 这个就是为什么会特别拿出来谈谈呢? 近期大家看剧就看得很开心 很火热的 其实它就是全球90个国家或者地区 在Netflix的十大排行榜的第一位来的 已经是去到 9月28日的时候 Netflix的联合首席执行官 就说由于游戏就肯定是 平台上最受欢迎的非英语节目 甚至说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 大家就很热烈地讨论 在网上看到 而且看到其实Netflix的股价都做得不错 8月到现在其实算一下都升了两成 是的,我觉得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短期内升得这么急 现在追是不是会迟 但是另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现在 譬如这个 它其实是非美国的剧集 是一个韩国剧集 在全球上都大热 就是证明它们全球化的策略 又好像看到真的有成果 长期来说 这个股份又是不是值得大家看好呢? 其实你说Netflix 我想Netflix最惨的事 就是我看到有一篇报导说 Netflix给韩国的互联网供应商 就是罚了很多钱 就是真的罚了?不是告想法庭? 是想罚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的 我们那时候研究 就是看过它的成本上 其实都有的 就是很多不同国家的互联网供应商 都会跟它谈 其实用我们很多流量 要太多就要收费 这个是要的 当然对比Netflix本身自己的收入 以至大家看它的earnings 这些都算是小菜一碟而已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回应刚才Wendy说的问题 我觉得挺有趣的 第一是策略上的确实是破局的 以前都是美国或者欧洲都不算 主要是美国而已 但是由于游戏之后 是真的进入了亚洲 这是一个好处 至于你说股价升 我觉得部分是这个理由 另外一部分 大家可能也不算太留意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全球开始 真的说经济活动 开始走出疫情后 其实Netflix是其中一间 在疫情里面 虽然前段受惠 因为大家躲在这里看电影 但是后段是受影响的 因为拍不到电影 是 但是现在就开始 你看到由于游戏也好 以至后面 就开始其实有样好的 因为之前都早一两季 Netflix的数据 就是订阅量的数据 或者订户的数据 是出现了比市场预期差 是 当时其中一个围绕 就是除了担心会不会有对手增加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他本身拍片的速度 或者是股价片庫 是开始 大家看到的比市场更慢了 追不上 对 追不上 是因为之前的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发现的很多东西 也订不论商品价格以至 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全部跟疫情有关的 嗯 就是因为失败了 就是那时候开不了工作 所以现在就不够影片了 但是你随着由于游戏 打响 而且之后慢慢继续移动 其实移动的意思是 即是拍片 有更多的视频源 开始多一些东西 其实就可以预期的订户 会慢慢开始上升 和逼上市场预期 这是它上升的其中之一原因 另外一个概念上面说 就是Netflix也很明确说 他们会踩进去做靠游戏 就是说运计算游戏 或者是网上游戏的东西 其实有点像Google也在做的一件事 这部分我觉得 有点难言它一定会赢的 但是市场有点憧憬是很有 所以两样加起来 就令到它这段时间一直升 我觉得不是单单是由于游戏 因为如果你只是拨由于游戏 坦白说 过往的情况 就是通常出现一套好得的 就很难会短期内再破肌肉 反而这样 可能市场失望的话 就会令到Netflix的股价会回很多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 你当8月到现在升去量成这样算了 但是过了这一段 譬如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游戏了 业绩期应该是要比较多的 但是回到高位 可能回到8%左右 可能开始慢慢买是好的 因为主要的想法是 就是撇除刚才说的对科技股可能会有股价下调 我觉得Netflix应该重拾到增长 所以其实这一点是令到它可以值得中线做部署的地方 所以Thomas的策略就是觉得是看好的 不过短期真的升得急了 可能等公布完业绩 然后从高位回调8%到时再吸纳 反而业务上可能大家看到真的有增长潜力 可能短期未必赚到最后的水美 但是中长线吸纳也是一种值得留意的股份